其實這次九合一的大選 國民黨算是選得非常的不錯 他們一共拿下了十四個席次 尤其他們還拿回了臺北市 桃園市以及基隆市的執政權 但是原本執政的苗栗 金美 以及澎湖 卻因為藍營自己的內部分裂 沒有拿下 有人就說 這現在也為他們的分裂落敗 埋下了隱憂 尤其二零二二算是勝選的 但是輸掉三個執政線線 還是代表說 這次黨的強勢徵召的制度 是有很大的問題 但現在選後的第一次中常會 卻沒有看到這檢討報告 因為以過去國民黨的慣例來說 每次大選後 這第一次中常會 都會拿出檢討報告的 就不具名的國民黨中常委 他私下就說 現在這個黨中央的檢討也沒用 因為這中常委都沒人了 到底要檢討什麼 這個話其實是蠻諷刺的 他就說難道丟掉三個執政 現在是真的不用檢討嗎 朱立倫真的沒有問題嗎 失去苗栗金門 澎湖要檢討 尤其這次黨中央挺青年 加權是百分之百的 但是選舉結果也不如預期 他認為這個也是要檢討 請支持TV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開啟小鈴鐺